再拜 再拜 要練習的 所以 我們 終於找到這個地方 原有就是公有土地 那麼 中央政府有一種一般性的補助 那我們就把它來 當作一個優先 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環境 原本就很好 所以這個建築物 我們想 蓋好之後 就變成我們的 特殊大隊 我們幾宵 一宵 訓練的最佳場所 來賓一同 全其土堆 興建工程 正式開工 未來從事地震搜救 以及搜救程的訓練 不僅不會因為場地而受限 消防局更預計 將土地做更好的規劃運用 包含人員的訓練 及房災教育館的成立 都將在這裡一一實現 我們 初期要把那個 特殊大隊的辦公廳設 把它蓋起來 那這個廳設蓋起來以後 裡面還有我們 井易宵的訓練場所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要規劃 屏東縣 這個兒童的那個防火防災 教育中心 希望未來 讓全縣 包括民眾 包括我們的消防 井宵易宵同仁 都能夠在這邊 這個訓練出一生的救災好本領 然後 讓我們屏東縣的民眾 都能夠平平安安 以往的九二一大地震及 八八風災的經驗 都在在顯示災害救援的重要性 特種搜救大隊聽說的興建 除了希望落實救援能力 強化教育訓練外 也期盼未雨綢繆 避免災害的擴大發生 屏東縣不停於相辭 就是採縫步的